尽管世卫组织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发布了权威的科学的新冠病毒溯源报告 指出新冠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可能性是极低的 但是还是有一些美国政客妄图将新冠疫情打造成攻击中国抹黑中国的政治武器 始终是不愿意善罢甘休 他们一边试图绑架世卫组织要求其再对中国展开溯源调查 一边又试图断章取义无中生有 拼凑所谓的证据污蔑武汉病毒研究所 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所委员会提交的那份所谓的调查报告中 我们竟然离奇的发现这份调查报告竟然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保服务经费和空调装修费用夸大了数百倍 还以此来做文章 是引诱公众来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 土耳节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各大主流媒体也开始纷纷报道此事 不少人都因此对武汉病毒研究所产生了怀疑 毕竟没有哪个实验室会花这么多钱搞安保测试和通风系统 但真相究竟是不是像美国所说的一样呢 新华社在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后对美方谣言进行了反击 新华社指出在这份美国提供的报告中 美方提到的所谓39.3亿元的中央空调 实际采购预算只有392万元 美国的这份调查报告足足是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空调安装费用 夸大了1000倍之多 而至于安保费用呢 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显示 安保服务的预算为83万元人民币 与调查报告中所说的830万元人民币也有着10倍的差距 与此同时除了安保和通风系统以外 还有其他多个项目的预算也被美国夸大了10倍到100倍布置 为何如此重要的美国权力机关会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呢 一些美国媒体人解释称 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对外事务委员会在做报告时 是直接复制了中国政府网站上的文字 由于中美数字表达方式不同和翻译软件的问题 这是美国在数据表达上将390多万元变成了39.6亿多元 但这个理由在我看来那确实有点牵强了 首先啊中医院对外事务委员会是美国国会中极为重要的机构 如此要害的部门在撰写这么重要的报告时 居然会直接使用翻译软件来翻译外国文字 而不懂得用中文的翻译人员来翻译吗 这实在啊是令人无法信服的 其次啊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份报告中 凡是容易引起外界猜疑误会的支出 均被美国单方面进行了10倍甚至是1000倍的夸大 而那些不容易引起外界怀疑的却无一遭到夸大 难道这些翻译软件会如此智能吗 只在容易引人怀疑的支出上出错吗 综上所述呀 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又是美国政客发动的针对中国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起 无敏通过偷量换注混淆概念 以蒙蔽外界给大家造成一种武汉病毒研究所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这个假象 从而继续污蔑中国将国际舆论推向中国 尽管后来不少美国媒体都纷纷刊登报道 表示这份调查报告的数据是不实的 但是美国众议院仍未收获这份报告 而且正所谓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推 这些美国政客编造数据污蔑中国的险恶目的 其实啊已经是达到了 这些美国徽要求着